土耳其曾承诺向科索沃援建的清真寺即将动工,但这一举动,却引发科索沃民众,对西茂斯曼主义的担忧。 6年前,科索沃普里什地那当地政府原定建设清真寺时打下的基石,现役打草丛生。 据英国卫报的GELARDIAN1月2日报道,在科索沃普里什地那地区,一块电机石已经等待了6年,如今,当地市政府终于批准建设清真寺。 尽管这块杂草覆盖的石头上,被人用鲜红色的图价写下了,不要土耳其清真寺,否则将有流血的字要。 在这里,人将于今年春天动工,建造一座奥斯曼市的新清真寺。 报道称,这座新清真寺是土耳其送给科索沃宣布独立建国十周年的赠礼,在这个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其中95%为穆斯林的巴尔干地区, 把余座清真寺在此前长年累月的战兵中被摧毁,并始终未能得到重建。 在欧洲,没有一个没有教堂的村庄,但在科索沃,至少有五十个没有清真寺的村庄。 办公地点位于普里什地那帝国清真寺附近的宗教人士,乃伊姆特纳瓦娃9,Tanava,告诉记者,在伊斯兰节日期间, 礼拜者往往排到了这座建于1461年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清真寺外的大街上。 尼尔特纳瓦对当地民众,最即将到来的清真寺的争点感到吃惊, 反对者则对新清真寺的设计感到不满。 普里什地那新清真寺的设计方案,批评者称,其国于奥斯曼市, 据外报报道,该项目由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监管, 在2012年,公开征集清真寺的设计方案后,就收到了数十份设计图, 包括当地最有声望的设计师, 但最终的设计方案,则是以16世纪建于土耳其西北部埃迪尔内著名的萨利米耶清真寺为基础, 于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在巴尔干地区建造的数百座清真寺无异。 清真寺的设计应该是的,但最终选中的设计,只是奥斯曼时期清真寺的方法。 对我来说,这个决定更具政治性。 建筑师阿布萨迪奇说, 除了设计本身,这一设计背后所映射的土耳其西奥斯曼主义, 更引发当地居民的疑虑。 一些人对土耳其咄咄逼人的形象感到不满, 另一些人则担忧宗教信仰,将回归当地已世俗化的生活中。 但是另一方面, 科索沃人也对只有土耳其向他们伸出了人助之手的近况感到无可奈何。 除了普里什地那地区, 近些年,土耳其还在科索沃其他地区建造了清真寺。 卫报指出, 安卡拉在西方对科索沃上不感兴趣之际, 将科索沃视为自己的后院。 历史上, 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后的500多年前, 科索沃一直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 直至1912年开启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地区多国组成联盟祭拜了日历衰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科索沃在500多年后, 就重新归属塞尔维亚。 但在这500多年间, 包括伊斯兰教等, 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宗教文化, 已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地区。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买赞哦。